謝謝各位老師 他真的給我講了超過一個小時 這個實在是違背了我們Foreign的意涵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裡面 劉老師提供了我們很多的資訊 那我們也的確去看到了 事實上農業這個議題它的複雜性 就如同它的組織的龐大性是一樣的 它不是一個一刀兩斷的事情 它也不是一個clear card 它不是你穿著一件綠外套 軍外套 我們就是這個退回服帽 我們事情就解決了 事實上退回服帽你沒有去 怎樣 我在講說你因為沒有軍外套 所以其實你不夠炫亮 我都沒去無印良品 好那接下來我想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這位天龍國的外省二代子弟 他提供了他的對於農業的詮釋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中馬軍的在地的想像 的差異性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們從結構 因為剛才我們剛才講到說 結構才是一切 可是在社會學裡面 也告訴我們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人是有感情的 如果我們用結構來決定一切的時候 似乎我們沒有辦法真實去回應 什麼是社會 所以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行動的 各位朋友 我等一下談的可能會比較在地 比較區塊性 我是以在南屯長期做 相關填掉記錄的觀點 可能這都是一個 一些小小的議題延伸 不過我覺得 因為我這十幾年來在南屯看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可能跟劉志偉老師剛剛講的比較關聯 最大的問題在修耕 然後我看到的問題面向 修耕衍最大的問題在一個比較社會現象 這部分原本農夫應該是很務實的 可是大部分拿到現金之後 有一部分的人就花田酒地 以前可能是務農會賺身體 可是因為有金錢之後反而是傷害身體 我看到的現象是這個 然後因為台中 其實在四郊的這些農地 我們以環中路來講 其實原台中市 我最近調查的是蠻恐怖的一個現象 我們有所謂的產校班 原台中市的稻米產校班 現在只剩下一班而已 我不知道以前有多少班 可是現在現在只剩下一班 然後在整個這幾年 我們後期發展的開發 以前稻田是在種椅 現在大部分原台中市 台中線我比較少研究 不過大概也淪陷 現在都在種場吧 因為整個後期單元開發 總共有1400公頃 現在唯一一個 剩下第四單元還沒回掉 就繁中路以內有62.76公頃 然後這邊可能是原台中市最後一塊 就是繁中路以內最後一塊土地 那這邊其實我這幾年填掉 我看出來農民的憂慮 然後我舉三個 因為休耕的問題衍生出來很多專業的代耕的 比較有指標性有三位家族 原本大部分 因為這幾個以現在今年來講 大部分都代耕十甲地 然後以前他們代耕差不多四十甲到五十甲 當然他們每一個代耕的 在豐樹有一個現在差不多十甲地 可是他們是專業的 就是以自己自己耕作 然後稻子收割 然後自己放賣 有的是部分就是幫那個農夫代耕 可是整個生產的結果 還是地主自己的 但只是代工那個工 那這邊其實我看到 以台中南屯的整個農地的發展 跟部分朋友他們 就是今天當然自我介紹想從事農耕的這部分 我覺得在以台中市市郊這幾個農地 很有限的農地的狀況下 還有一些契機 103年度的預算 我們看到 好像是很荒唐的編一筆預算 叫所謂的市民農場的一個獎住 獎住的高達三百萬 然後它的基地在哪邊 基地竟然是在我們 我們蟲化完的蟲化區裡面的一個公有地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像 原本我們還沒蟲化都是水田 我們市政府竟然編列一筆預算 是把農地重化完之後 然後再拿我們公堂的錢 來補助市民做市民農場 有三百萬 我自己認為 如果我們在市郊 因為市郊 剛剛有幾個朋友介紹 現在執行 你仔細的去盤算 你種到你 其實都是虧錢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 我這幾年填料 我們肥料農藥的成本的大幅增加 如果你是工作差不多兩分地 三分地 其實都連工錢都不夠 一定是了解的 我認為 以我們現在可能在 可能僅有的有限的土地的狀況下 農地的狀況 有可能是朝向所謂的市民農場 這市民農場 我認為市政府可以把現在的補助 補助特定的市民農場的這樣的極致的預算 轉化到去補助部分休耕的農地 或者是實際上有在從事農作的這些農民 實際上他們每年就特定的 因為三百萬其實對農夫來講 這補助的金額非常大 可是他還能夠守護土地 其實這幾年我們整個熱島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原本是水田 現在變重廠房的這個狀況 其實對我們環境憧憬非常大 而這樣表面的現象 包含修根 我認為我們是建造建政到一個失能的市政府 以現在其實我們在三年前四年前在水堆聚落 有操作過所有的市民聚落的體驗活動 其實包含那個同學 你有去走過那個田梗 就是稻田那個 其實我要講的是 在我的故鄉南屯的正平裡 我認為是 相較實價就是 台中的伊朗 你可以 短短的15分鐘車程 就可以看到 一大片的農田 當然很可惜 這三四年 原本很大的農田 有現在幾乎我們裡面一半以上的那個產權 是被投資客買走一半 然後以前很少修根的 外地人買走之後有可能修根 那一部分就是違建的廠房 所以這個 這部分是我們看到失能的市政府 那其實廠房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斷排兩用 你很守規矩的農夫 反而變成是一個受害者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市政府有心要扶持農民的話 市民農場這樣的概念 絕對是一個契機 而且讓我們台中市 廣大的市民去享受田園之樂 也能夠在這個都會區 讓我們的子子村村 去利守一些農田 因為現在農夫無利可圖的狀況下 他可能出租給外地人 你看兩三分地 一個月 一個月的地的租金 可能是十五萬二十萬 很恐怖的數字 相較之下 你如果種田的話是虧錢的 所以我認為這幾年 如果我們市政府能夠把預算的機制 調整到這邊的話 有一些預算補助的話 對守規矩的農民又有一點經濟誘因的 蠻大的經濟誘因的狀況下 尤其以我自己在裡面 我們還有很天然的正平溪 還有很不錯的一些九島破滑 還有一些水菌 這樣能夠讓我們廣大的市民去享受那種田園之樂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各位去想像一下 稻田在農作的時候 這個田園之樂 然後收割的時候 我小時候收割之後 就是一個很天然的運動場 放風針 控油 打棒球 什麼都有 其實每個區塊有每個區塊的特色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這幾年田吊在學田 很可惜我們 其實台中有很多美的地方 尤其在大杜山陸下有很多泳泉 各位可想而知 在全國我們水田 水田通常因為要灌溉的關係 在田邊的那個浸道 銀水的浸道 差不多一尺三十公分 可是我們在那個 南屯的比較南邊的學田 學田看到的那個水路是高達三十 就三十公分 為什麼有這個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那邊的時候 因為大杜山陸下有很多泳泉 泳泉造成水田 這個水浸的路 因為它泳泉很多 必須要農舖必須要去做一些水 水路的排水 所以它無形中它的水徑就是要寬一點 那個很特別的一個文化景觀 那當然還有很多農村的體驗 我不知道 這邊的朋友有聽過大杜 起過火 很少 其實 我剛才講的 我們三四年前做體驗活動這個 其實太多人沒有享受這樣的田園之樂 其實可以藉由在地的很多特色 像我們有超過英超英 然後讓大家再大造廚房 Keeway 然後二三十個人一起一起跟工合作 Keeway 然後料理美食版的 那其實是非常好玩的 這個是絕對是一個農村 農村再造的一個契機 這部分我相信如果以政府的資源 不要是當純的補貼的那個 它的補貼的政策如果再調整一下 我覺得是一個我們農村的一個契機 也是我們市民之福 好 謝謝